往生臣服对父母老师 社会太平 消灾灭难 及宇宙间一切众生 有多大的作用 作用很大 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 也不是我能说得出的 那你要是真的把这种事情 搞清楚搞明白 我劝你 你念佛往生 见到阿弥陀佛 向阿弥陀佛请教 他会告诉你 你也有能力接受 在这个地方很困难 那么在中国 谚语里面有一句话说 叶子成佛了 九祖升天 这一句话不难懂 我们从世间人 事发里面 能够体会得到 你家里头 有一个人 无论是德行 学问 或者是事工 在社会上 确确实实 被人肯定 出人头地 这是你们全家的光荣 你们的家族 走到任何地方 别人都会尊敬你几分 这叫占光啊 那么如果你家里 有一个人做了佛了 做了菩萨了 你就想想看 所以他的父母 祖父母 真祖父母 高祖父母 还望上去 九代啊 祖先都占光 你们家的后人 出了一尊佛 出了一尊佛上 在现前学会 大众会尊敬你 祖先已经过世了 他们在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的众生 见到他的时候啊 都非常尊敬 你们念第三句 婆罗门女 她的母亲 为什么能够 离开地狱去生 逃离天呢 是她的女儿 知道她母亲 堕地狱 勇蒙津津 念佛 得到念佛三妹 得念佛三妹 给诸位说呢 像婆罗门女的说 那是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的境界 就等于阿罗汉了 女儿 念佛 证了阿罗汉 母亲在地狱里头 受罪 所以这个功德 回向她母亲 她母亲 离开离开地狱 生涛离天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佛报 佛报能生天 能利苦能生天 她不能证阿罗汉 她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出六道轮回 证阿罗汉国 那一定要自己努力 这个别人 你家里人再大的佛报 帮不上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所以谭经上说 此事佛不能救 佛报再大了 不能帮助你 了生死出三戒 了生死出三戒 是自己的事情 可是婆罗门女 能够得念佛三妹 能有那么大的成就 是她母亲 堕地狱这一桩四尸 让她非法奋不苦 她如果不能够正国 她的母亲就没有办法 脱离地狱 其实是大小啊 地狱真的是容易进去 很不容易出来啊 这个家庆眷属 造作其中罪业了 这个多 我道的时候 要效法婆罗门女 要效法光目女 光目女念佛 他们两个都是用念佛的方法 光目女念佛了 那是功夫成平 没有道义心 所以她的境界是梦中的境界 这个婆罗门女 是定中的境界 那个境界完全不同 她是亲自到地狱里面去参观 又来 她不是做梦 就这功夫前身不一样 就说我会怎么做梦中的境界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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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你 我试试你 感谢你